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看看电话方面的查询 一位嘉宁观众接通了 有刘小姐在旁边 刘小姐 你好 我想问153 什么价位入 好 见到新股 见到现价来说 就是153中国赛特 是做9毫三子 郭Sir 嘉宁观众想入 这只好不好入呢 如果入的话是什么部署 新股来说 真的很难说 1.03元先是照顾价 来到现在仍在潜水 当然 如果真的要买 这一分钟买 当然希望上支股价1.03元 我不敢阻止你 或是这样说 不要买太多 適量持有 因为到底是9毫2 9毫1 9毫指定是8毫低位 暂时估计不到 但无论如何 很多投资者申请回来 是有点失望的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股价价价在水底下 一定是直博率 不买太多 买少少 分转买 或者是着量买些 没问题的 主要是什么价格 好老实说 新股来的 到底潜水潜多久 我们都不知道 一般来说 你好像揮山雨孽 这样 开始 收入挂牌的时间 那段时期 都曾经潜到2.4毫1 之后慢慢升上3毫1毫多 只要基本因素是好的 股价最终都会回上去 问题就不大 我想可以买少少薄一薄的 行不行 嘉宁观众 是 我想问1988 由什么位置入 好 1988民生银行 我见到最新业绩公布了 我见到现在这一刻是升2% 先做9.06 这支是否有货 可不可以进入 还是应该选四大银行 其实商业银行和各有银行 都有少少分别 各有银行最低限度 背景比较厚一点 但如果你听你这样说 可能属于一个短线的操作 不要紧 今天的市场暂时升了56点 都是11月的第一个交易天 下个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怎么走 暂时看不到 最低限 Gender 总好 那就比较为平 буде 如果有机会见到8.8 或8.9 那就再购cić 或者简单说,一个月的低位是8.51 我就给你8.5做止蚀 不对板跌穿8.5就止蚀,纯粹短炒 暂时来说,阻力是9.18 如果过得到的话,轻轻上去的话 去到9.5或者第二个位9.7.5 那个区间的阻力就会比较大一点 反正都是上落市 在月初的时间,今天买不正确 或者加不正确的话,就看到一两天 如果有机会轻轻下8.8左右水平的话 可以考虑 好,多谢刘小姐的电话 想让大家跟进一下 内银股整个板块的最新表现 见到建口,现在正在做6.04先 正在升2先 工商银行正在跌2先 正在做5.42 中国银行3.03.63 某时来说没有升跌 农行方面3.07.09 暂时来说升6先 交通银行5.69升2先 招商银行15.4没有升跌 中信银行刚刚都说到 升仁3先 现在在做4.38 民商银行在升接近2% 重银行3要跌2先 现在在做3.89 郭叔和你跟进一下 A股今天来说的收市表现 见到户心股市 今天来说收市是个别发展的 好像是上证指数 收报在2149点 升了7点 升风来说不及1% 主要是受到金融股反弹所带动 但是见到A股方面 上证A股今天成交额是761亿 少过上海交易的885亿 成交比较少 但是见到来说 深淨城市都要跌跌4点 收报在1016点 不过我和郭Sir跟进外地收市表现的时候 和大家先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跌在旁边就是邱小姐 邱小姐你好 邱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请问什么股份 请问这两只股票 首先 龙行在3.98入了 我想请问去年底 它有没有去到4.2 3.98入了 有没有机会再上 郭Sir 其实几只国有银行当中 范围第三季业绩最美的就是龙行 你提到一点就很关键 第四季可不可以进一步向上行 其实目前市场虽然是整固不前 但一直都站在23000点坐近的水平 我始终认为 最快今个月内的指数是可以 进一步上破23944 到第四季了 只要没有什么特别的利淡因素 或者不可预计的坏因素出来 恒生指数的确有条件挑战三年前的高位 牛市以期的浪顶24,988 在那刻来说 龙行上回4.2人钱 绝对不出奇 现在这一分钟 3.79已经升破了一个月来的高位 技术上 今日市平民无期 但你看看龙行的股价 已经有少少情突破了 因为由9月份到现在为止 这个高位是3.75 他今天已经升破了 下一个目标 将会直至5月份的高位 大概是3.9 作用的水平 但总之 4.2人钱目标价 真的要等到大市 成功升破23944 进一步向24000多 那下推进 那下龙行股价 回到4.1.5 4.2 绝对不出奇 有货的话 比较少许耐性 继续持续持续 好 另外一只一小小小 是否还有另外一只股价 是否还有另外一只股价 那只中宅安瑞芳 3899 是否 它跌得很厉害 如果买的话 可否再低之位买呢 好 看到了 今天来说跌得比较多 跌超过4% 现在来说跌了10.44 可能观众见跌那么多 想捞一点 好吗 其实相对低位上来的幅度 已经升了很多 息率派送比较微 一来都没有 市盈率有二十多倍 其实不算特别便宜 但是你看走势 走势上 我想很多人都会输钱 你看看 由7月份的高位12个多 跌到7个多元钱 一直跌 直跌 几乎 任何价位买都会输 不过跌得多 肯定有个反弹 其实由这一刻 大过7.3元的反弹 去到近日的12个多元高位 升了足足四个多元钱一股 升了50多个百分比 股份急跌一定有急性 但无论如何 这一阵子 股价的表现真的比较差 因为跌穿了10天和20天线 现在正在回市50天线的防守性 技术上一旦跌穿了10元 理论上防守性据点 真的要取得 可能退手到9.5元 甚至9元 关键时刻就已经到 如果你现在买 10元就是指兆位 不如这样 等等 穿10元好 不穿10元好 一阵子再看看 如果真的要买 当你在50天线买 而万一跌穿了 你的技术上防守性据点 即指兆位 将会放在9.5元 或者9元 走势就比较差 老实说 而且二十多倍市盈率 不算特别贵 但由于派息一堆都没有 我觉得都是比较估值 比较银跌 如果你真的要博 我觉得还是稍稍稍稍稍 先看10元 或者50天的防守性 到底是行不行才再算 好 谢谢郭sir 多谢邮小姐的查询 首先大家跟进一下 整个耳门器版块的最上一段 又是接肥股 耳门器概念股份 中海游福 今天来说 創了52周高位 高现22.65元 现在这刻 唯一只整个板块升的股份 升幅接近4% 现价做22.5元 安东油田做4.67元 跌接近5% 中枕安税科 刚刚说到跌超过4% 珠港港管跌超过1% 至于山东麦龙跌至近4% 现价做2.52元 郭sir 看到这个板块来说 最近都有些受着 国家公布的支持政策 整个耳门器的板块来说 都有个抽升 今天好像有些回吐 单单只中海油田服2883 继续企业向上升 怎样看 好老实说 液硬气是一个比较新的能源 在美国那边 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所以未来石油的价格 有波幅没有升幅 我想不会轻易 好像2007年那一刻 炒得很瘋 因为能源 其实大家都有个想法 如果能够用天然气 对空气 对环境来说 都是具备环保的概念 当然 液硬气在美国就相当成熟 但在中国 技术来说 还是一个初步的阶段 但是市场的资金 就比较聪明 而且也比较快 当一个新的能源的板块 被市场一关注的话 资金就会行先一步 第一当然 股份如果升得多 肯定有技术上的回吐 如果你说 在组合里面 买一些相关的概念股 作一个中线部署 其实我没有意见 剩下来 就是什么价买 那意思 像现在这一分钟 我自己看 抑制低买就好好高追 因为股价税至两个半 有一点放慢了 而且还处于有波幅 而没有升幅 又反弹 没有大升的格局 市场的升幅 就漸漸收窄了 11月初上的市场 会不会轻轻跌一跌 我也不知道 但如果真的先低的话 始终好过后高 始终好过先高 如果真的要买的话 我想稍等等无妨 不过我要补充 叶蓝气一旦技术成熟 将会有一个很新很新的能源 其实中间来说 有很多股份涉及相关概念 早前已经炒过一阵 只要技术成熟 一旦市场再受关注 第二个春天很容易出现 因为目前来说 环球的国家和政府 都希望用一些比较洁净的能源 去取代现在现有的能源 我觉得抗下这么多 入手再去摆 问题就不大 好 继续跟大家跟进一下 今天A股的收市表现 看到三大指数来说 都是有个升幅 但升幅不超过100% 上定指数收入在2149点 升了7点 郭Sir又怎样看A股方面的走势 好似很多分析都说到 在三星传媒之前 A股都是反复为主 没什么太大惊喜 我同意 因为就算政策要推行 那样东西 都要等到真的落实了才行 现在大家都是猜猜一下 放在目前来说 由于早前 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的楼市 上升的势头比较明显 所以中央政府对楼价上升 又有新的政策出台 其实对一众内房股 或多或少都会有制肘的作用 但你看看A股 实整仍然处于一个 升后技术上的消化之中 由1849点 升到2270点 累积升幅421点 如果调整一半 一定要试一试2060点 但实整到现在为止 上证指数最低都见过2093点 不愿意再下跌 无论升20或跌30 在现在的现阶段来说 都是属于一个反复上落代变的格局 三中全会之前 应该没有太大惊喜 当然知道 个别的范畴是会有政策先行偷捕 或者说有个别的股份 已经先上升了 但整体气氛 真的要等到会议落实了之后 有政策出来了 然后大家对股市的投资信心重现 在资金指导之下 势头才会有一个明显的再升的形态 暂时的阻力是2270点 如果成功突破这一点 就矮子上楼梯 再向上望 5月29日2334 突破了再向上望 今年全年高位 即是2月28日2444点 值得一提的就是 由1849点升到2270点 中位数是2060点 A股只要一直走在2060点上反复 升跌跌是没有相关的 因为这个波幅中间来说 是分上半月和下半月看的 如果它一直反复在上半月 反复代变的格局是比较明显 但不需要太担心 我自己觉得A股在三中全会之前 应该也没有太大惊喜 但如果在会议之后 政策慢慢出来 很可能投资者入市信心 会渐渐重现 在那一刻可能升势会比较明显 老实说 A股09年8月4日已经见过3478点 由那一刻跌到1849点 足足跌了46个月 所以我在很多讲座也提到 A股的中期浪底应该已经出来了 只不过暂时没有政策 没有太多的弱引或者藉口 成为一个催化剂 如果真的有少少催化剂出来 资金一旦再涌入去 A股的升势会比较明显 我始终认为 今年内是有机会进一步挑战2444点 如果远景一点 A股回到2700、2800也不为过 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7-7.5%的增长 中央政府不可能没有政策出来的 因为出口拉动经济 贡献已经比较微 你维持13亿人口开饭 维持经济稳定在7%以上增长 一定要靠来需 一定要靠固定投资 大家要投资的话 或者选择股份 或者在这两个板块里选择 总有很多是适合你的心意 是选择得到的 好 谢谢郭瑞 这节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稍后回来 继续有郭瑞在身边 和大家做全日总结的环节 和大家跟进来 讲过今天的收视表现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继续有要长彩京台的直播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